娘娘 三宝拿了醒酒磷 还是请皇上趁热喝了吧 不必了 这方才吐得难受 不喝了 朕不是说不喝吗 皇上喝了这么多酒 应该喝点醒酒汤 缓喝缓喝 这酒不喝就不喝 娘娘 皇后呢 娘娘 皇上要是生气 要做要法 臣妾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皇上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臣妾实在是心疼 臣尽日累了 臣尽日累了 就在令妃这歇下了 皇后也回自己宫里 冷静想想 自己有何错处 令妃 你从朕回去 其他人别在这点眼了 都回自己宫里去 是 皇上封臣妾为皇后 直言禁禁不算有错 皇上若是怪罪 臣妾自己跪下手法 不认人 这是干什么 妖怪你自己跪 娘娘 您这是何苦 夫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妻子不能劝一劝吗 就算她是高高在上的君相 本宫是臣子 不能一劝吗 皇上 皇上您别生气啊 她打算亏多久 皇上 您不先出生 皇后娘娘哪敢起来啊 她这是照着皇后的身份来要挟着 皇上 皇后娘娘对您一心关切 只是情急之下才会言语不当的 皇后糊涂了 皇上 皇娘干涉朕 撤住朕 怎么连皇后也生了这样的脾气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您怎么了 皇上娘娘您怎么了 皇上娘娘您醒醒 皇上娘娘娘 你醒醒 皇上 皇上 娘娘遇上了 如意 如意 娘娘你怎么了 回家 怀太医 喳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您醒醒 如意 娘娘 皇后娘娘您醒醒 朕喝了醒酒饮 酒果应该消了吧 基本上闻不着酒气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熏着的 怎么还不行呢 皇后娘娘累着了 多睡会儿也好 娘娘 娘娘 醒了 皇后娘娘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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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醒了 如意 如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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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如意 你醒了 怎么了 都笑什么呢 你遇袭了 姜与妃 皇后娘娘安心 您因为太医生出现 所以受命症状不明显 但是从脉象看 确实 遇袭有月余 真是 千真万确 娘娘这是投胎 一定要格外小心 好 姜与宾啊 皇后的身孕 全权交于你照顾了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那为着你条命便不要了 那就好 你们都下去吧 喳 明前告退 如意啊 今日在永寿宫 真是喝酒喝过头了 臣妾若不是怀了身孕 皇上还和臣妾置情呢吧 你别生朕的气了 孩子也会跟着不高兴的 你也知道 朕不是一个贪隐之人 也不是一个不顾朝政之人 朕喝鲁鞋酒 无分是近来觉得 神乏体虚 想要身体强健罢了 也就可以破了 青天剑所说的 与十二个相刻一说呀 皇上啊 您太在意添香之说了 皇上朕之壮年 这些日子 也就是朝朕繁忙 给累着了 盐一用药好生保养 就会好转的吗 朕虽然正值壮年 但皇阿玛 也是正值壮年的时候 骤人离世 这几日啊 朕常常梦到皇阿玛 想起来就心惊 先帝是急于求尘 才无始的静丹 其实立刻见笑的东西 最伤人根本的 好 朕知道了 你安心养胎 给朕生一个皇子 比什么都要紧 臣妾自然会好好养胎 可是后宫的事 臣妾也不能不怪啊 令妃 她妖宠媚上 确实是做错了 这样吧 从今日 到咱们孩子满院 朕把他们的绿头牌 都给撤了 不许他们拾起 如何啊 皇上爱惜自己的身子 就是对臣妾最好的考量了 这有寿宫是个什么邪门地方 这皇后是万年不曾玉玺的身子 怎么偏贵在有寿宫外面就有了 就是啊 听说皇后娘娘玉玺 皇上恼了令妃他们了 都不许他们拾紧了 令妃这个贱婢 当年没处置了她 是本宫心软无忧 如今赶在这个节骨眼 皇后又遇袭了 谁还会疼惜本宫的孩子 朱儿 只要您生的是个皇子 谁能不疼惜咱们 皇后娘娘这一胎 是男是女都不值 女儿又是没用啊 一定得是儿子 一定得是儿子 丽心 是 如今本宫胎相已稳 皇后又怀着投胎 无暇顾起本宫 你去转告皇上 就说本宫怀着身孕 请求安胎掩护 是 皇上 皇上 是立北娘娘在叫您 皇上 皇上 臣妾冤枉啊 立北娘娘 你这是做什么呀 您和皇后娘娘错怪臣妾了 皇上听臣妾解释 皇上 立北娘娘 皇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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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臣妾已经侍奉皇上 不知错在何处啊 那你觉得是朕的错 皇上当然没错 那是皇后的错 臣妾不敢 那就只能是你的错 自己的错自己担忍 皇上 皇上 你快起来吧 立北娘娘 臣妾冤枉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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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备 本宫真的有身孕了 当然了 娘娘 您今儿 吻了千八百遍了 不用喝做大药 就这么顺利地有了 您这是高兴坏了 本宫不是高兴坏了 本宫是不敢相信 您您有了孩子 跟皇上也解开了心结 那就好了 您怀的是嫡出的孩子 皇上高兴去奉仙殿 寄口列宗列宗了 本宫和皇上的心结 倒是结了 只是皇上这阵子 担心变老的心结 也不知能不能过得去 谁能不介怀生老病痛啊 皇上今儿 不是已经答应娘娘 不再喝陆雪酒好生调养 直到喜讯后高兴成那般不呀 皇上一定会珍重龙体 振作精神的 但愿皇上能明白 年岁渐长 身体渐弱 也是在所难免的 和秦殿剑所言的父子相克 又有何干系呢 皇上会明白的 娘娘 您这胎来得不易 王后得更加珍重身子 别再想那些了 早些安置对龙带有益 睡了 皇阿玛 既和乌拉那拉师遇袭 儿子 终于可以再添一个嫡子了 儿子到了这个年岁 不知怎么的 对于生老病死 竟也畏惧起来 但无论如何 儿子会振作精神 不再互卫 也会好生地保养自己 皇上 启祥宫来报 家贵妃玉玺三个多月了 请求停了智化经番 好生养胎 真的 太医已经把过脉了 应该不会有错 这是好事啊 确实不能让家贵妃心老了 朕把这个消息告诉皇后 是 江太医给您开的药还好吧 药效是慢了些 但情况有好转 人也觉得精神多了 那就好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家贵妃到了 臣妾请皇上 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谢皇上 家贵妃玉玺三月 子嗣为上 就不必再智化经番了 臣妾谢皇上 谢皇后娘娘 皇上 上回臣妾痛施九二个 这次臣妾肯定好生养着 不敢再有错失 你明白就好 是皇后宽容 顾念你们母子 才宽佑了你 臣妾记着皇后娘娘宽佑之恩 朕去慈宁宫请安 家贵妃你好好养胎 是 恭送皇上 奶茶 皇上 这外宽 是 但是 rating 出贵妃 丫着 只是下回不要再闹出 前日永寿宫那办事了 儿子知错了 劳皇娘费心 皇家以子嗣为重 伺候你的人 还是要沉稳些得好 如今皇后和家贵妃遇喜 纯贵妃和婉萍的年纪 也不算小了 淑妃产后不调 虞妃又久不逝寝 令妃和庆贫都受责 这偌大的后宫 竟然没几个 可以伺候皇帝的人了 这历年来 各王府都有挑人进来 各部也有进些女子 可儿子一直料在圆明园 没与理会 这些女子动机多半不纯 没准还招个眼线辱宫 是啊 谁愿意各个眼线 现在身边呢 皇帝登基后 不曾选秀过 如今后宫人这么少 天底下最顶尖的姑娘 都该到紫禁城来不是吗 儿子原本不想大费周章 可如今想着是该选秀了 皇娘无需操心 这些事情 户部还有内务府的人会操办 皇娘安心即逝 若无事的话 儿子先行告退 恭送皇上 你瞧瞧 这皇帝和哀家都疏远到什么份儿啊 皇上疑心重 与其如此 太后倒不如丢开了手 一样天年为好 到底是多年的母子情分 不想竟成这样 这天子心性皆如此 谁又能奈何呀 李渔啊 在 选秀之事 交与内务府和户部 全权操办 不许任何人插手 选中的绣女 家世来历 都必须要分明 既要选秀 朕就得 好好选几个合适的人选 喳 下去吧 是 这每个人怀象真是不一样 淑妃娘娘欲喜 吐得厉害 家贵妃娘娘欲喜 精神奕奕 您倒不吐就是晕血 可吃不下东西不行啊 为了腹中的龙胎 您多少也得吃一点 太后来看本宫的时候 说她怀着两位长公主的时候 就精神不好 教本宫多多敬仰 可是 皇后娘娘 于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 快请 这 姐姐 快让我瞧瞧 这时候哪能摸得出来啊 都还没显怀呢 幸好啊 姐姐在永寿宫无事 否则要是生到腹中的孩子可怎么好 是啊 坐吧 姐姐 你这是太在意皇上 还有夫妻这儿子了 才会生了永寿宫的事 好在你身体没事 该罚的人也都罚了 不说这事了 叶欣 快把东西拿上来 是 做了这么多啊 做得真精致 自从开始伺候皇上 我就替姐姐攒下了这些 一年只攒一件 用最好的料子来缝 总想着 这么坐着坐着 不知道哪一年 姐姐就能有喜了 海岚啊 真的多谢你有这样的心意 荣沛 把她好好收着 是 现在就希望啊 姐姐能平平安安地生下个皇子 也好给五阿哥和十阿哥做个伴 妹妹 这是惦记起十阿哥了 嫌亲王夫妻都是细心的人 我听说 十阿哥已经逐渐好转了 妹妹也别太担心了 我知道 一花 吃个橘子吧 谢谢姐姐 你要吃什么 苹果吗 姐姐你怀着呢 还是你吃吧 我吃不下东西啊 按你说来 朕的身体全让无恙 皇上身体强健 无需再进自补之物 那前些日子 朕的精神不济 老虎都有打断的时候 何况是血肉之躯 皇上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 只是有些人心急 拿了大热之物 给皇上进补 只为的是一时至小 以微臣看 皇上只要静养几日 便能好转 难怪皇后要替朕生气 人人都是花端紧簇的热闹 唯有皇后 是让人清醒的冰雪 微臣还有一事禀报 你说 微臣去贤秦王府 见附近照料十二个仔细 十二个现在身体好了不说 脸色也好看了 人也强健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朕与十二个都无事 朕就放心了 江玉宾 在 你得空多去给十二个写卖 务必让这孩子赶紧好起来 是 所以 很容易 再 coherent 快快快 契雨伤肝 主儿 您还是宽宽心吧 本宫失宠见不到皇上 内务府也跟着怠慢了 就连本宫额年和左路 也偏偏在这个时候 来伸手要银子 本宫就算有银子 也被掏空了 老夫人不知道 在这个宫里 哪里不要省钱的 否则使唤得动谁 这银子流水一样出去 您自个儿也没多少 本宫啊 不求有个富贵娘家 只希望 他们能够贴心一些 如今 没有人能帮本宫了 本宫还能指望谁 主儿 别伤心了 咱们去找静忠公公 想想办法再说呀 主儿 喝点粥吧 怎么越化越不香了 那是因为您心不尽 明日就是皇上选秀的正日子了 您能画得好吗 皇上奉太后六巡万寿之名 选取秀女师奉宫中 那是名震言顺的事 好容易这回令妃他们受责罚 皇上来多看了主两回 这又要选秀 等新人一来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主 奴婢是替您着急 皇上不是娇舌淫逸之人 登基这么多年 这才第一次选秀 如果按照宫里的老规矩 三年一大选 那六巡早就该没有本宫的位置了 咱们该记着皇上的好 奴婢相中的几位格格 选秀的头两轮就被筛下来了 人不够出挑吗 皇上说了 全城之女不选 豊朝为官者之女不选 若地位过低的也不选 皇帝房心还真够重呢 明日就是奠选的正日子了 皇后有孕 不能操劳去不了 皇上已经来请过太后 要您一起去奠选 打着哀家六十大寿的名号选秀 又不许哀家过问 让皇帝自己做主就是了 正皇帝护军参领 卓特之女布尔查氏 正皇帝内管领 阿布奇之女阿尔布氏 香皇帝园外 朗索河之女伯朔氏 香兰旗巡抚恶顺之女西林觉罗氏 香白旗拜堂阿佛因之女林氏 阿巴亥布 德木旗赛因查克之女拜尔果斯氏 香兰旗护军参领 恶奈之女张氏 正皇帝司库康申之女康氏 三位新人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次座 谢谢皇后娘娘 进了宫 以后大家就都是姐妹了 镇逢太后六十大寿 人多了也热闹些 妹妹们果然都娇俏可人 往后在一块也得趣 客贵人 别拘束 这是上好的龙井 你们都尝尝 我记得客贵人出身蒙古 怕是不大喝得 灌南方的茶吧 臣妾 喝奶茶喝惯了 是我不够细心 没想到这一层 三位妹妹不要见笑 咱们这位令妃呀 只对皇上一个人细心 旁人哪入到了她的眼啊 本宫身子不适 锦人宫和贤府宫 都是于非草版的 都还满意吗 原以为离了草原 便是宫中格局了 没想到臣妾居住的贤府宫 竟有一番家乡的风味 臣妾 深觉亲切 满意便好 你们也得开始学着规矩 伺候皇上了 是 太后 给三位新人的礼都赏了吗 都赏赐了 今日三位新人来请安 倒都是大方有礼的姑娘 看着是安分的 想来皇帝是厌倦了后宫的尔虞我诈 这次选的人都还安分 皇后有着身孕 也不必太操心了 太后为他们操什么心呢 您的六雄万寿就要到了 各个宫侯王府送来的贺礼 还有皇上敬献的珍宝 您得空也挑一挑 您看 您座上的那条熊皮褥子 是皇上木兰秋显时 亲自猎杀的黑熊剥的熊皮 昨日送来的狐皮大厂 是皇后和于妃亲自给您缝制的 皇帝虽然和哀家疏远 但是外头的脸面都还顾着的 他让礼部还为哀家遵了个挥号 今日内务府让内阁拟了来瞧 是康惠敦和四字 还不错 皇上最爱惜颜面 不敢为天下人指责不孝 皇上 皇上 臣妾的雪儿堆好了 您快来给她点个眼睛 瞧你这般的顽皮 令妃娘娘来了 好 朕点得如何 皇上点得甚好 皇上 臣妾和您烤肉去 对着大雪吃 菜要趣呢 嗯 那皇上您先进去暖手 臣妾叫他们割肉 好 好 令妃姐姐安 佟安 柯萍妹妹 我得了新鲜的野鸡特意拿来 喂汤也好 烤了也罢 由妹妹做主 我也来凑个热闹 多谢姐姐 不过这个热闹可不是谁都凑得上的 我是蒙古人 闻惯了烤肉的油腻味 哪敢拉上姐姐 难道 妹妹就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吗 姐姐放心 皇上在我这儿好好的 只是烤羊肉吃 不会贪喝陆雪酒 姐姐的盛情我一并谢过了 至于这些野鸡子 你自个儿留着用吧 行了 关门 别让烤肉味飘出去了 他一个小小的心人都敢瞧不起我 主儿 您别和柯萍置气 犯不上啊 本宫跟谁都不敢置气 那些是什么人呢 家贵妃快生了吧 这应该是在替她选戒身姥姥 算来皇后娘娘也快生了 听说皇上已经下旨 命皇后的额娘 承恩公夫人进宫陪产呢 凭什么救我不得宠 他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 得宠的得宠生子的生子 好 额娘快起来吧 快 额娘坐 皇后娘娘使不得 不必去理 照例说 要预洗八个月 母家才能入宫伺候 你看我字才六个月 皇上就让您进宫了 皇上疼你 额娘看得出来 额娘真不看着女儿做什么 额娘看了你的肚子就欢喜 尖尖的 像是个阿哥吧 太医说是个女胎 哪个太医说的呀 准不准 伺候我的江宇斌啊 是太医院数一数二的 他说的应该不大会有差错 也好 新开花后结果 总能生出皇子来 嗯 皇后的胎相如何 我 回皇上 皇后娘娘和复制戎胎 一切安好 都六个月了 可知男女 回皇上 脉相忽强忽弱 不大好判定 有时脉相强健 像是男胎 可娘娘之间又眩晕 脉相 脉相细微 又像是女胎 罢了 朕白问你了 朕亲自去看看皇后 是 这孩子真有劲啊 还踢了朕一脚 她知道皇阿玛在 高兴嘛 若是个嫡子 当然了 公主也是好的 皇上膝下有两位公主 和亲公主 又嫁到了蒙古 臣妾倒是想要一位公主 公主多贴心啊 是啊 公主是贴心 所以皇后 缝了件粉色的衣裳 公主自然要穿粉色的 粉色好 粉色好 公主不好吗 好 朕没说不好啊 我知道令主想让奴婢做什么 没什么 本宫只是关心你 上回包太医那方子 你女儿吃得还好吗 都好 都好 听说你儿子也大了 也要奔钱扯 这钱哪 用得上 多谢令主 皇后娘娘肚子也大了 接生的时候啊 一定用得上你 你觉得 这皇后的印象如何 令主啊 可不敢啊 那可不是别人 那是皇后娘娘啊 我只是问问 皇后娘娘 中宫国母 妾是投胎 这皇上和太后关怀备至 万万不敢出了差错 成 那你就好好伺候着吧 是 是 下去吧 奴婢告退 主儿 您银子不多 连母家都没给 怎么给了这田姥姥 她又没答应给咱们办事 这田姥姥是个有用之人 得好好笼络着 迟早 会再派上用场的 如何 龙胎强健有力 一切稳妥 那就好了 索心如何 快临盆了 男胎女胎啊 他这一胎像是女儿 本宫呢 皇上会心想事成的 其实男胎女胎本宫倒不在乎 如若真的是个阿哥 本宫还真得要仔细些 为何 本宫不想让皇上高兴得太早 更不想让旁人不高兴得太早 旁人若是想揣测娘娘腹中是男是女 只能看你的影视 酸儿腊女 民间传闻有一定道理 容沛 四川总督是不是建了一个厨子 是 刚来的 就让他伺候吧 每日啊 都上些鲜香瓜辣的菜 明白 哎呀 呛死了 呛死了 娘娘 四川总督建的厨子就这么好吃啊 里里外外都是辣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我倒不觉得辣 额娘 你吃点不辣的 娘娘 喜祥宫来人了 船 是 奴婢立心请皇后娘娘按 起来吧 这个时候家贵妃怎么打发你来了 奴婢会做三杏肝 我们主最爱吃了 主店记着皇后娘娘也怀有身孕 特意让奴婢送了一些过来 皇后娘娘现在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酸的 我们主说有孕了嘴里发苦 吃点酸的才有滋味呢 皇后娘娘尝一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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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